第一个所以你会发现程式并不多 但是每个地方都会非常重要 按一下它之后的话 OK这样就OK了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回圈的范围 跟输出到哪里 把后面东西丢过来 没什么就这样而已 以后的话程式就会从这边衍生出来 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 大概就这样 接下来的话方选 方选的话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制定一下 这个跟sub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sub sub OK 另外的话聚集录下来的东西也是sub OK 那差别是说前面这个public有没有会来 public是共用 你要不要跟别的专案 别的档案共用 那如果没有你删掉也没关系 反正你个别用要不要共用 这没有关系 目前这个不是很重要 留跟不留都没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要制定函数的话 那首先的话我可能第一个 我需要建一个所谓的手机函数 那刚刚手机函数是要互动 怎么互动 一 step一 我们就插入程序 一样嘛 二的话呢 请特别注意 那名称我叫做手机好了 那名称不见得要跟我一模一样 反正你就取一个名称叫手机函数好了 所以我就创了一个叫手机函数 第二个记得 请各位一定要选择function 不能用sub OK 然后按个确定就OK 所以特别关键地方在这里 function 它会出现什么呢 一样是public function 当然你前面这个public拿掉也没关系 它就这个function 结束一定是end function OK 另外还一招啦 其实如果说你假如说 你要自己打个位 比如说你不从这边插入程序的话 另外一招 你打一个function 然后手机按enter 这样也可以啦 OK 如果你不要从插入环数 sub也一样 sub 你名称打完 按enter 它会自动帮你加这两个东西 这样也OK 反正方法很多啦 你只要写得顺就OK了 我是怕各位找不到 所以你就从这边 然后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function是互动的 所以它第一个要跟它要什么 要三个东西 那怎么跟它要 特别注意 重点就在这个刮弧 也就是说这个刮弧 我先把它往下 一下 重点就是说 这个刮弧里面就是跟使用者要了 所以我们要跟它要三个资料 1 2 3 因为这边有三个名称 所以我就把它Ctrl C好了 拿这个三个名称 因为我就不用打那么多字了 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贴上 记得喔 一个名称跟第二个名称的中间请你加逗点 那一个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第一个呢 就会显示在哪里呢 显示在跳出来那个视窗的前面 前面不是有一个叫什么门号业者 他就把这个名称放在那个前面的名称 所以将来你的名称要改英文 这边也可以改英文 没关系 你要改中文OK 然后呢 使用者就会把资料点了 点完之后呢 他就储存在这里面 储存在这里面 这个名称的话其实呢 也就是所谓的引述啦 他会把你 他丢比如说呢 他选什么 选这个01有没有 那他就帮你把它先放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里面就放什么 放11啦 跟他放11 然后这个84的话就放84 放在这里面 那这个就放这里面 OK 那放这里面做什么呢 因为呢 我可以从这里面得到 他给我的资料 那可是问题我要什么 我要把它做完之后 丢回去到储存壳嘛 所以剩下的动作特别注意 接下来 1请你后面 就是跟他要的资料 放刮虎 2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资料串接完之后 丢回 特别之后 请你把它一样的名称 手机 放前面 后面加个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你要把它给你的资料串完之后 丢回去给手机 那手机因为游标放在这边 所以他就把结果又丢到储存口里面去了 大概流程是这样 你大概记一下规则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一样嘛09 然后AND AND什么呢 就把电信业者这四个字 因为他里面有放1 对不对 所以就把这个门 电信业者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再空一个AND什么 AND一个-的符号 那后面的话就AND什么 一样 ANDVPA.Format 你就打一个FO 他就出来了 然后瓜糊 跟刚刚一样嘛 然后再来什么 把那个 其实差别就是说刚刚是用Sales Sales 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资料是放这边不是放Sales 所以我们一样方法就把它逗点 然后后面的话就什么 0 0 0 后双以后 OK 然后 这边就做完了 但只有做区码 木码怎么办 一样嘛 把这边有没有 复制到这边 Ctrl 键按住 然后把这边改木就好了 OK 他字不要打错就OK了 木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做什么吧 其实 OK 字不要打错 好 然后呢 也不要红色字 这样就OK了 好 应该 那主要 方旋就是你要熟悉那个流程 还有什么该放什么 什么该放什么 如果你OK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的方旋就大功告成 那接下来就测试看看 OK 来 有不要放这边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定义就出现手机了 按确定呢 他就弹出 有没有 123 就瓜糊后面三个嘛 然后你就是透过他 去把资料放进去了 资料透过他就把它放进去了 有没有 然后透过 给他之后的话 他就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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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完之后就丢给谁 丢给手机 那手机里面就放这些东西 那因为你游标现在放这边 对不对 因为方旋是有return的 返回什么 返回他现在里面放的东西 丢哪里 丢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就看到这边了 就完成了 好 来试一下按确定 看要不OK呢 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回圈 所以变成你要自己点两下 自动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但是呢 这个做完之后 以前可能做完 大概就差不多了 不过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你刚刚这个地方 要选三次 可不可以一次就好 因为这三个连在一起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恐怕就要把它改成范围 但是问题来了 这边是三个已经分开来了 那范围的话比较麻烦 你变成说他给你一个 那变成你自己要到城市里面去把它切开来 分成三个 那这个分成三个怎么分呢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这边做完 我们待会再来看 分开来 那如果你担心那个打错的话 其实云端上 应该都有一模一样的 像刚刚写的 那这边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刚刚怕打错 你就Ctrl C Ctrl V 过去就有了 然后这边就是刚刚写的 这个 但是有个地方可能不一样 哪边 这边会加一个空白加底线 为什么空白加底线呢 其实理论上在写完就OK了 可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字可能放太大 或者是说你那个解析度有没有 放比较高 那这边右边的东西会变成你要拉过去 才能看到右边的东西 但是你想换行 你是不是最重要 你不能说直接Enter这样子 有没有 不行 你Enter它变成上下分开来的话 那记得如果你要让它两行变一行的话 有一个重点 一 请你找到那个end 我习惯找end 第二个找end的右边空白的地方 右边 理论上 当然左边也可以 只是我习惯是右边 加一个什么 在它的右边空白加一个底线 关键就是这个底线 如果你加了一个底线之后 你再按Enter 一开它就会把上面一行 跟下面一行 视为同一行 OK 所以这招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你们程式越写越多的话 那可能需要 一般是在什么end的右边的空白 加一个底线之后 你就可以Enter OK 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说一下 那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就会多一个这个底线 你大概知道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制定一个方选 OK 所以今天的话 至少我们也要学会 如何制定一个函数 OK 那制定函数 记得就是那个规则 跟sub完全不一样 sub就是 但是他有点像不跟你互动 反正就是他做完就算了 他也不会告诉你做完了没 反正他就做 他就是一头的就帮你做完了 但是方选不一样 方选有点像 那个学生里面就一直问问题 一直问问题 一直问问题 你就要回答他问题 他会在最后把结果 再帮你丢到储存格里面去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逻辑上面跟刚刚的这个盲号 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RUN的方法不太一样 OK OK OK